哦 哦大家好 我是盛盾 現在玩的遊戲是寶可夢珠子哦 那有新的活動哦 加一色機率啊 哎啊先看一下那個 next 近期配布 我忘記了哎 這名稱怎麼那麼長 呃next 近期配布訊息集中串哦 那有一個配布是在日本地區的就 所以我應該也拿不到 如果剛好在那個時間 有要去日本玩的可以 考慮一下嗎 一步 哦如果剛剛好湊巧也在那裡的話 可以去領一下 他有來源啊 我領不到就不仔細看了 然後是接下來的活動哦 夏日活動有四彈哦 好像都是加一色機率哎 不知道我有沒有看錯 那第一彈是那個皮卡丘在登場哦 這個之前打過就 沒有辦法再拿一隻這樣 沒打過可以把他打下來 嗯 哦 就這樣看一下公告 公告就這些嗎 啊這個預告就剛才那個的 比較詳細的版本 他這邊有寫 哎 哎在哪裡哦 似乎會比平常更容易遇見一色的寶可夢 那這第一彈是皮球皮卡丘 迷你Q雷丘跟 阿羅拉雷丘哦 阿羅拉雷丘好像 就只能在這個活動遇到嗎 之後不知道會不會有其他辦法 平常不會出現 但是他有寫嗎 所以就至少把這個 阿羅拉雷丘搞定吧 其他就 他自己斟酌 那有的好像 也不太容易看出來哎 更有異色機率提高 把他異色抓一抓好像也不錯 嗯 然後第二彈是下次的哦 7月26 我啊就記得在那個 時間之內把那個新聞領下來了 12到26 好長的時間哦 然後新聞領下來之後不要把它蓋掉 就這個活動一直在這樣 他蓋掉就是辨別的活動了 或是沒有活動這樣 好他下一波是那個民意龍 到時候在看吧 三個姿勢 哎他這也是加異色機率的嗎 啊 第三彈是鎖柴嶺哦 那這個好像也是要 要活動才有異色嗎 啊 異色鎖柴嶺寶箱形態 不會在一般遊玩過程中出現哦 這個好像跟那個怪怪的車 好像也可以拿到是不是 我還沒跟過那種車 嗯 跟別人的團體戰 那 有可能是那個修改過的那個 泰晶戰 我覺得 然後這波活動是電海燕 利歐路 哦利歐路哎 花鳥仿環 那一樣是加異色機率嗎 還會有什麼昂陽之陣 那 後面兩個區域就要有DLC哦 不然就只有帕迪亞地區的可以打這樣 9號到23號9 第四彈 23到9月2號 哦這個也是很久 哦快龍 這之前應該沒開過嘛 新的 然後幼姬拉斯寶貝龍 年年寶年美兒喜萃的樣子 哦他這個又是 又是活動限定的寶可夢 年美兒喜萃的樣子 哎這兩隻怎麼分啊 我怎麼覺得這兩隻長一樣啊 喜萃的樣子跟普通的年美兒 原來是有長不一樣的 哦啊年年寶長一樣啊 他年美兒長不一樣啊 哦這樣這樣是有分的沒錯 然後一樣有加異色機率哦 還有領袖之陣 我現在還有鐵亞領 我來看肉了 哦如果想要鐵亞領的這這波活動 23到9月2號 的時候把新聞點下來 那其他好像沒有太特別了 如果沒有看肉掉的話 哦他第一張就皮卡丘嘛 皮卡丘系列的異色機率增加 這之後不知道會不會開放 不知道 跟那個 喜萃地區 哎是喜萃嗎 喜萃地區頑皮雷蛋 好像 說那次活動 其他應該沒有出現過嘛 啊他異色機率的話之前有人 有人有發文哦 這個廣告 光耳冠 好那那個異色機率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什麼都沒有的話是190.73 這小數點也不知道怎麼來的 分之一哦 那如果有那個閃幅又 如果打60只加一這機率的話是154分之一 那如果有 哎哎閃幅在這哦 那我看錯了 是這個哦 閃幅加 打60只的話是160.93分之一哦 小數點小數點我就不管了哦 那如果閃幅 打60只再加那個 肯吉山的閃光料理的話是144分之一哦 這機率蠻高的 如果他沒有變更的話 那個活動的異色機率或是掌握 現在PTC的廣告到處跳的嗎 ok 那就記得 可以參加一下吧 打打阿羅拉雷球 這個 在Pokemon GO好像也是蠻難獲得的 要有活動然後又遇到異色這樣 野外好像 野外好像有出現過啊 那個 哎那隻叫什麼 我突然忘記了啊 現在應該沒了 精英團體戰的時候 記憶不太好呢 還是不太重要 反正應該也沒有了 好吧 那這到底叫什麼我忘記了 嗯 哦不想了 記憶怎麼那麼差 嗯好 記得在那個12號到26號之間 把那個新聞連起來哦 啊26號之後又換下一波 所以還是 很會臨起來打打一打抓一抓啊 那要要DLC哦 藍莓學院 ok 那差不多這樣啦 想要抓一隻寶可夢的 就不要錯過這一波活動這樣 哦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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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